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思誰為愛世人怨舍生 這禮物化作活全的心靈 幸福是接受我活出 这礼物的真体教我学习 爱到同时就如与建筑 人一生醉如干 艳阳众斯单摇眼如若没爱 仿佛天空阻隔光线的长晚 请洁净我深眼长留着爱的一寸 他叫James Poon 潘建筑 32岁 红斑狼创症令壮年的他行动不变 我心疼的问题是骨肤死的 这个病令到他定时定后要去洗手间放尿 亦因为红斑狼创症令到自小成绩优异的James 没有发源成学业更不可能有稳定的工作 但是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完全是恩典 没有一刻觉得是病 病不是一个病 不是人人可以视疾病为一份恩典 但是James 他就因然接手 而且还与他和平共处 为什么呢 一边听成歌一边坐在椅子上做太极 太极是特别人士的 是坐在这裏做的 就不用站不住压力的脚 我觉得做太极很舒服 因为做太极是其中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宁静自己找到上主的方法 每星期为特殊需要的人士义务教电脑 又会到康复治疗中心画画 每日还会到家附近的湖边散步 James 的生活很悠哉悠哉 和退休人士差不多 但其实他的人生观 可能比一个五六十岁的人看得更加通透 这是因为红斑狼庄症 令他心灵上加速成长 比普通人走快了二三十年 我十六岁的时候 我那时候病了 已经很严重了 我没有任何想法 说会学车的 到了三年 我眼科的医生 他说我本来有一个问题 他说我开车没问题 我可以开车 我考一次 我考一次Enter 然后考一次Class 5 我脚冤 我开车 脚冤 要捱过他 因为有时坐得太久 脚不动 就会冤 冤出血液 因为我身体的问题 就是骨肤死了 医生说我 今年三十二岁的James 自小的体质就是比较敏感 容易出现湿疹 但身体不算有大问题 直到由香港移民来到 加拿大温哥华三年 身体开始就出现变化了 是1999年尾 2000年开始 发觉 面前有很多红斑 然后手指骨 手指骨就开始痛 然后我见 例如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 说我没有可能是红斑囊瘡 因为红斑囊瘡 十个病人 只有一个是男性 九个是女性 可能很少机会 可能 因为那时候我又敏感 我那时候敏感 敏感很容易 红斑囊瘡 觉得不可能是红斑囊瘡 直至我找个皮肤科 看我 他一看我 就说这个人应该有问题 他一看个炎血 一看个炎血报告 就说我的血有问题 即是患上红斑囊瘡 英文叫lupus L-u-p-u-s L-u-p-u-s 其实lupus 这个不是英文 是德文 德文lupus 就是柴狼 所以 红瘡 就是说病人的臉 有些疹 红色的种种 因为病人的白血球 出抗体 原本是抗体 是杀菌的 它就变成了 出抗了 它的抗体 自己打自己 即是等于一个国家 那些兵半变 它自己打自己 杀了自己身体内的细胞 刚才我说 由皮肤去到关节 由头 脑 到身上 影响肾 又影响肝 又影响肺 又影响肺 又影响肾 血管会收缩 收缩 不够血 手指尖 幻想红斑狼重症之后 James 除了要忍受身体上的痛楚之外 生活上也带来了不便 影响我的膀胱 因为膀胱是一个袋 给你装置尿液 但问题正常人急 便会去厕所 膀胱是肌肉 一捏就去到 但问题便是喪失了 捏着动作 我捏不到要放尿 在晨朗的天气下 很多人都喜欢走出户外 晒一下太阳 吸收一下维他命D 但James 每一次要在阳光之下散步 就要出动全副武装 帽 太阳眼镜 风衣 和防晒 太阳膏 嫁引红斑狼瘡症的患者 晒了太阳 便会令病情恶化 很多人说 脚冤 慢点 我感冒了 我感冒了 因为 你走慢 脚多些力 站在那里 在治疗期间 因为服食类固醇弱 令James的食欲大增 而红斑狼瘡症都伤及他的脑 令他没有了饱肚的感觉 所以在那段期间 他不断进食 当时只有15岁 5尺高的他 在一个月内 体重由65磅 增加到160磅 他对于他很凄几 我觉得他很凄凄 他很凄凄 当时的情况 已经守得很重要 突然间吃到 为了做化料 还要做化料 才会高到肥 整个活泼 然后又很为食 甚麼都不理會 只會去吃東西 晚上有時在醫院 療養院 那些姑娘不可以 晚上不會那麼勤力地看她 有時她小便沒有幫她做好 她變了經常濕了 好像很慘 因為每天都要駕車出去找她 當然會覺得辛苦 但那時我可能會添給我力量 那時我真的要很細心地和她安排每一件事 因為那時真的很不清楚自己 應該要準備甚麼 那時有很多工作人員跟她做事 要出去外面 她又要保持她的健康 眉乾淨 所以我從來都編排好了 幫她準備好了 讓她出去 但後來她們說要訓練她獨立 回去獨立 但她的腳和問題 就很難還給她自己 可以到處去 James本身讀書成績優異 數學成績更加特別出色 在香港讀小學時曾經考過第一 但James當年患紅斑狼瘡症時 因為病而經常請假 令她無法完成第九班課程 當她出院後重返校園 但不能恢復當年的學習能力 因為我病後出身 開武中心去Pine Tree High School 影響我的組織和聲訊 初時我會說得很快 很快很快 比打風的 沒有人可以聽到說話 就快到不去 她回學時 經常說很累 我又頭痛 她去教室 出來後 我還是回家 我不可以休息 每個星期一兩天 就告訴她要回家 原來她對腦筋傷了 她對読書很辛苦 而且她對組織的能力很弱 她當時要讀書 她覺得很不想 所以很判斷 就是要慢一點 不做 不想不做 不想做 上課時要遲些去 早點離開 由於紅斑狼瘡症 減弱了James的學習能力 他在十二班那一年 最終只拍了畢業照 但就拿不到畢業證書 對於一般學生來說 畢業證書就等於升學 或者就業的入場券 雖然James收取了這張入場券 但他沒有失去自己的人生 我中學時 我拿著一個走路走 我當時已經覺得 天主有特別的叫給我 因為正常人 讀書 大學畢業 接著結婚生仔 做一些家庭 但我覺得天主有另一條路讓我走 有她安排給我的路 所以我沒有覺得任何沮喪 反而積極尋找天主給我的腦 我沒有比較 我從來沒有比較 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身體一樣 腳不會比較手 因為兩個工作不同 所以在世界上不需要比較 如果比喻人生 就是駕駛這輛車 在人生馬路走 我們有多少時候 願意讓天主坐司機位 而我們做乘客 還是我們經常都拜著司機位自己駕駛 當你讓天主做司機的時候 就沒有掛慮 因為你是乘客 你讓司機決定去哪裡 James加和天主的關係親密 但其實他的信仰生活 亦曾經經歷過 由冷轉熱的過程 我記得我B的時候 媽媽已經滴了我去令氏 有學道理 我認識天主 但問題是 我認識天主來 只是覺得祂是神 但沒有任何的相關 只是我是教徒是神 但沒有任何親密的相關 只是我祈禱和彌撒 只是一個浸墓 我不是想祈禱的 不想祈禱是怎樣 不是我熱衝的 只是禮行公務 上聖經班、聖經課 有所有聖經的知識 但問題是我的心味 和主能在一起 除此之外 因為紅斑狼瘡症 傷了James的腦 令他患病的初期沒有耐性 亦都影響他 不能夠專心地往離散 他那時的沒有耐性 一聽見little drew a verse 即是一入聖言的部分 他說馬上要離開 他叫我拔了我出去 他找個地方 聖堂出外面 總之要離開 不要聽聖言道理 亦都不喜歡聽Homony 他覺得忍耐不到 他沒有耐性 一聽見Homony 結束了 他就回到聖堂了 那時我見到他 他就問他 令到我來說那一大電影 那怎麼辦呢 James沒有耐性 望尼莎的問題一直持續 直到有一天 他好像以往一樣 和媽媽去到 北施省 滿地保市的 聖Joseph Catholic Parish 亡尼莎 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發生在他身上 聖堂對我來說 最大意義就是 2007年 2007年3月17日 我在這裡 被天主叫我 什麼叫天主叫呢 就是那一次 The Choir 那時三月是Land The Choir 十點的Choir 在唱歌 叫做Father I've Seen 而中間重唱的歌是 I forgi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ine Take my hand Go in peace No more beloved one 我聽得很清楚 這段Lary是天主親口唱給我聽的 所以那天真的很意外 我信了這麼久 我的主是真是活著的 不只是在十字架上的主 而真正是臨在我們身邊 他原諒我 我以前也有很多罪 我每個人也有很多罪 問題是他才原諒我的罪 還說歡迎我去他的家 沒有介意我 仍然愛我 好像他親密的孩子一樣 那次James在尼撒之中 聽到天主的歌聲經驗 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跟天主的關係 不是理性上的相信 而是確實感受到天主是真的 從此他的性格也慢慢地改變過禮 以前很害羞 一句話也不會多說 但現在就開龍鳥 很願意跟別人分享任何事 就是介入他的生命裏面 當時我真的覺得 為我來說 就是將以前的 話雷、憂、悲哨、悲哀 和雷水轉化為喜樂 和祝福祝福祝福 因為他變得 他正常是另一個人 他從來都沒有說 雖然還要吃藥 吃很多藥 還有很多未來生活上的挑戰 還有要受很多痛苦 身體不在這裏 痛苦又痛 但他從來沒有埋怨過的 他覺得自己沒有失去 沒有失去到 之後得到的更多 因為天主給他得到的 他珍惜自己擁有的東西 沒有埋怨過 因為埋怨沒有用 後腹一樣是沒有用的 幫不了我向前 我現在只做幫我向前的東西 他現在是一輩子 他真是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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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找到他 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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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是一輩子 我認識他 他真是一輩子 雖然James聽了主的歌聲之後 信德是加強了 但當時的他有一個心結 令他耿耿於懷 感到能以走近天主的懷抱 中學畢業之後 我每天走一個湖 我家附近的湖走兩次 聽著一隻Philip Manson 褲 我記得當時聽著他的歌走一個湖 我覺得自己很恨天主 那時我決定要靈性上成功 但當時我很大困難 因為當時我是罪人 我記得當時經常看閒網 但當時我決定要停 但我覺得自己停不了 看閒網的習慣停不了 但我深信 就是我天主 既然我想依靠的是你 我想尋找的是你 你自然有方法去幫我 接近你 離開罪惡 James核定決心 遠離罪惡 作出改變 就是因為他當年聽了 Philip Manson 演唱的 My Only Good 這幾句歌詞而深受感動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will pass away All the earthly goods beauty, fame and glory Only you my lord Only you will forever remain 即是說 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會逝去 人和物都會逝去 唯獨上主才是永遠長存的 而當時我有一個很大的心智 天主既然你永遠長存 我就選擇走你給我這條路 當時決定要離開罪惡 跟隨天主 那年James站在湖邊 決心悔改 但他還有一個疑問 我問天主 沒有一份穩定工作 收入的人 以及沒有老婆的人 算不算一個男人 但我現在發現天主回答我 就是任何一個人 只要肯付出愛 能夠selfish地付出愛 就是一個男人 不是你擁有什麼 或者失去什麼 而是你能夠付出什麼 決定你是否男人 天主回答我 James 解決了心裡的疑難之後 重新開始踏上他積極的人生道路 雖然他是紅斑狼瘡症患者 但當他的病情穩定之後 也不為餘力地做義工服務社會 又以畫畫來抒發他的情感 天主召叫了他 令他有這個轉變 除了James的媽媽感到安慰 爸爸也十分之恥 爸爸不太疼我 他那時很…很…很…很慌 在我的立場雖然你病 但是你不能夠慌 你不是追求長命 但你追求生命有意思一點 譬如好像你畫畫 你整天畫畫 我看到一些 我那個湖那麼漂亮 不如畫吧 不如畫四季 想辦法怎樣可以一幅畫 數死鬼出來比較有趣 為了提醒James要積極努力 不要被疾病打倒 James的爸爸趁著寫了一句座右銘 貼在James的書桌上以作鼓勵 每一天在我生命內 每一方面都有進步 不單是言語和文字的鼓勵 James的爸爸雖然不是天主教徒 但每一個主約都會陪James 去到聖堂望尼薩 言行合一支持國際 不是叫陪的 我覺得教堂都可以 因為我11年都在天主教學讀書 現在James會個星期一次 都會去New Squire Society做耳光 為了特殊需要的人士教電腦 不經不覺已經教了11年 因為首先我認識電腦 我想和其他人分享我電腦的知識 做了這份工作 我覺得很用心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有特別需要 我更加能夠明白他們的特別需要 雖然未必是我們一樣的特別需要 但我明白 例如我長期病患 都知道他們的困難 尤其是當你想做一些事 但有些病阻礙你 想前進 例如我現在教 我原本的客戶中了風 沒有Briti有問題 我明白他 因為我的病 我更加有患者去對待其他人 他非常好 他非常好 他非常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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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 我認識他 是他的健康 有一點 James 他很難坐 長時間 等等 他更加友善 我認為 他學習了 他更加忠誠 他明白客戶 更容易 他非常耐用 以前最初 教的時候 是可以教兩個小時 但現在坐一個小時 肩膀就很痛 很痛 所以現在 maximum 也是一個小時 但我還會盡全力 去做這個小時 直到最後 直到無法教 既然因為身體的痛楚 不能坐太久 為何不考慮休息一會 或者轉過另一種的義工服務 主要沒有放棄我 我都不會放棄 除了做義工的電腦導師之外 James也會每星期 去Strive Headway Center 畫畫 這個中心 是一個為 腦傷病患者 提供康樂治療的地方 現在 James正在畫一幅 以紅、黃、藍三種原色為主的三朵花 James自從五歲就開始學畫畫 到現在 他的畫工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水準 自從James那次被天主召叫之後 他在畫畫的過程 也感受到天主的啟發 在2007年之前說過 我決定跟隨上主行 以後的路去 我畫畫的經驗不同了 因為從那一年開始 我畫那兩幅畫 是God hold me as a brush 以前我畫 I'm the artist 但那一年開始 I sign God's name 我簽了名字 對於James而言 畫畫最大的挑戰 不是畫工 而是耐性 James記得 自己在患病的初期 一點耐性都沒有 但在一次畫八核花的過程中 天主令他明白到耐性的重要 當我畫完一粒花 畫水珠的時候 我想貪快 例如Lily很大隊 我想上面畫兩粒水珠 右邊畫兩粒水珠 前面畫兩粒水珠 我想看看效果會怎樣 我想畫六粒水珠一次過 但我真的畫了 結果之後 例如等了一個禮拜之後 如果等了一個禮拜之後 例如等了三粒 顯出來的 當時我聽到天主說 不用急,慢慢來 再畫一粒 等到最後 看出來就很漂亮了 任何印象 James has ever given us 我們會留在我們的壁面 我們不會賣掉它 或拿掉它 James doesn't do it for money 他只會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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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會把藝術 給別人 賣掉它 以為賣掉它 以為賣掉它 完全是恩典 沒有一刻覺得是病 病不是一個病 是一個恩典 因為有首歌 剛才說的歌叫《Blessing》 是Lora唱的 她的歌叫《Blessing》 但她說很多時 上珠給的叫《Blessing》 不是人覺得的《Blessing》 有時透過大雨或雷暴 反而更加覺得天主的同在 她說如果不是因為這個病 她說一個年輕人 20、30歲就飛去 出去 或是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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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男生 怎會在家裡 盤著媽媽 陪伴媽媽 我休息時 她問我什麼 腳經常問我 有沒有累 有沒有做累了 睡覺時 我睡不著 至少是她 有緊張 有需要的時候 她晚上可以歌給我聽 即是說 心理、身體 和靈性 她都反過來幫我 所以我覺得 為我和家庭 她的病 不是一個苦難 反而是一個祝福 天主真的很奇妙 她需要那時 十年 七、八年 我有足夠能力去幫她 到現在 沒什麼能力 她又給了她 雖然她很有限度 但起碼她盡了自己的能力 幫我舒緩自己的問題 人的價值 究竟是用什麼來衡量的呢 好像James 這樣的長期病患者 大多數都會覺得前途不樂觀 正如James 自己都曾經問天主 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 有沒有老婆 算不算是一個男人呢 但是她藉著天主 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 她對將來也有自己的期望 我想每天跟天主分享她的恩典 透過我做義工和畫我的畫 希望帶給別人少許希望和舒適 我從來不在意我的床命去到哪裏 因為根本沒有一個人可以決定這個問題 我只在意上主 你帶領我 你要我活到多長 就多長 是不完蛋 由於紅斑狼瘡症傷了James的腦 閱讀令他很辛苦 所以他很少會查閱聖經 但是他很喜歡唱聖歌來祈禱 天主轉變後 突然很喜歡音樂 因為天主是唱歌給我聽 What do you want of me Lord 因為很多人彈琴是為了 迎合世界的標準 五級、八級、演奏級 但我彈琴不是根據世界的標準 而是我彈琴主要是為天主而彈 為天主而唱歌 為世界不同的人 和蘇耀祈禱 Sing a new song unto the Lord This song be sung from mountains high Sing a new song un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Julia和她的表演團隊 歸獸愛心 20年來不斷為住在護理院的長者服務 為他們帶來分樂 他們真的可以在長者看到受難的基督 我也很佩服他的魄力 天主給我的能力 可以繼續為老人家服務 我就繼續去做 請不要錯過這個星期的愛常傳 看完這一集的愛常傳 歡迎大家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時都請收聽我們逢星期六的電台節目 愛生命 以及訂閱Podcast 要購買天主教書籍 和信仰靈收禮物 請來到我們位於Markham的生命恩全資源 及媒體中心參觀選購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天主保佑